欢迎收看小李说球 霍哈德向柯比道歉 他死的时候 我难受了20分钟 不敢相信这个消息 当时我跟他合作 如果我不经常去月电 泡女人的话 我们一定可以再拿一个总冠军 那样的话 我可能现在都不会退休 我也会在胡人退一球一 我还能拿到顶心 我还可以和柯里一样赌冠 但那时候我只知道玩 柯比的努力 我全没有再放在心上 我也没有好好康复 所以经常受伤 我确实辜负了柯比 我现在无球可打了 但我绝对会为我那一段时间的自己忏悔 本来我一定可以进七十五打的 但因为我和柯比闹的矛盾 奥尼尔也不喜欢我 整个联盟也不喜欢我 我最终没有进入七十五打 我觉得确实很悲哀 如果再上天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 我已经联手柯比 大哭 山姆斯 不过已经没有机会了 他就是啊 他这个人太花了 他强力输出 他生那么十多克孩子 那会儿他就玩到最嗨的时候 他刚不生的孩子 他那时候也没少朋友 当然柯比也跑 你柯哥也 你说都是同时色中之鬼呢 两个人也没成为好朋友 但柯比炮龟炮人家不当训练呀 他妈的胡华德去年还去玩呢 玩完半天把胡人的塔克还有那个纳恩 还有那蒙克全他们给染上新冠了 这事是真的 这是真事 当然去年新冠在美国确实是大流行啊 哪怕不去玩 只要现场有观众 你得也也很登场 但他妈你就那么好玩吗 你他妈不能休才一起去玩吗 你随便得吗 对吧 所以说胡华德永远就没有改 改掉这个好玩的心态 所以说 能在19的20赛季 拿到一个总冠军呢 也实属不易了 是吧 也懂的都懂 我觉得这个就话不合说了 当时其实有机会的 但努力的柯比碰见了爱玩的胡华德 最终就没有最终了 是吧 当胡华德碰见了跟他一样爱玩的 色中小鬼 后面的话 胡华德今年还有没有机会 最近胡华德是频繁 说这事 频繁上节目 就是希望能有他一席之地 我觉得我要拦网的话 我会要胡华德的 没有中锋 现在赵四打的也不好 可以让胡华德打一打 对吧 毕竟年轻的你也使不住 还不如用胡华德呢 对吧 给这个 但是我觉得你们没有发现吗 其实纳什不会用中锋 纳什也不会迅中锋 其实赵四你觉得挺好的 你想想赵四 阿德 格里芬 这么多中锋都不会用 今年绿云的菜鸟主教练就用的格里芬用的非常好 他就不会用 也跟纳什混 那胡华德明年也找不着火 真的是真他妈倒霉 别的球队没有机会了 当然当然了 胡华德还真有 除非布莱恩特是吧 布莱恩特受伤 或者是 还有一个黑家呢 现在胡华德有四个内向 矮的是浓眉和黑家 高的是琼斯 还有小科比 就管他叫小科比吧 他人家叫托马斯布莱恩特 我觉得还叫小科比顺口 他也加盟了胡人 虽然长得不一样 你们觉得胡华德 当年实话实说 如果胡华德不好玩的话 不爱玩的话 端端正正打球 能不能够跟科比拿到总冠军 那会儿我还上学呢 真没看过 你们觉得能不能拿 我觉得有希望